欢迎收看,我是小老师,佩妮教数学 那在进入到函数图形之前 也就是我们的等于算是这个 这一章的第一节的 最后一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关于 科学记号的使用 乙之甲是 A乘10的X次 然后说甲的相反数是乙 而且乙可以用科学记号表示为 B乘10的Y次 甲的导数是丙 然后甲的平方是丁 以下正确的有 那你可以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 那在这里先聊一下这个题外话 这个我在网路上分享了这一题的时候呢 有的那个老师会问说 就是科学记号可以写 复数吗 我后来上网查一下 还 蛮多老师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蛮多老师的回答是科学记号不能写复数 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看到科学记号的时候 他大部分都会写说他的定义啊 这个A必须是 1到 就是那个 1小于等于A小于10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A就一定要是真的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你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电子 电子的电荷数 就是-1.6x10的 -19次方 他那个负号代表的是他是负电 所以说 科学记号能不能够在前面放 负号呢 也有的老师跟你说 他只能表示正数 那个电子是因为他是负电 所以放负号 可是如果你去看维基百科 他上面还有-5000多的科学记号 的写法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从 向量的角度来看好了 向量可不可以有 科学记号呢 向量可不可以写成科学记号 应该也是可以吧 对我如果向量是 那个什么 1.2万 对不对 那我不可以写1.2x10的 4次吗 应该可以吧 那如果向量都可以写成科学记号的话 那为什么 负的反而不行呢 因为向量的三个方向你都可以写科学记号 那向量也可以有 往负的走的 坐标可以往负的走 好所以 按理来说 我科学记号就是 代替存量这个部分 那你要把他在一条数线上 正的那边是一个方向 负的那边是一个方向 以此而在前面加一个孵化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行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 简单来说呢 如果在国中阶段你遇到有人特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课本上已经写了这件事情了 你可能会得到的答案是科学记号一定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 广泛的科学界的共识啦 回来看这一题 总之呢 甲的相反数是1 那所以说 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个例子 那我们就来想象一个这个 A是2000 甲是2000 那就是2乘以10的三次 那么 乙就是-2000 他会是-2乘以10的三次 但是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其实Y会跟X一样 但是怎么样 B会跟A 是相反数 所以A加B等于0是对的 然后 这是错的 这是对的 可以吗 再来看 来看饼 甲的导数是饼 那饼是2000分之一 所以C会等于 2000分之一 那样子的话是 注意哦 他是 1乘以10的-3次 可是因为1乘不是 符合科学记号的规定嘛 所以你其实会写成5乘以 10的-4次 就他是万分之五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呢 虽然说 丙是甲的导数 可是这个C不是A的导数 而且呢这个C呢 他一定是 A的 就是导数再乘以10 那你说会不会是刚好这个例子是这样 没有他一定会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A要超过1嘛 所以A的导数一定小1 那A一定在10以下 所以他的导数也会在1分之1以上 所以A的导数只要乘以10 就会回到1到10之间 所以说这个 C会是10分之10 那也就是说A乘以C会是10 这是对的 而AC等于1是错的 然后 Z呢 Z会等于是负的这个 X吗 也不是 因为他 为了让前面多乘10 他会多扣1 所以Z其实会是负的 X再减1 也就是 X加Z是负1 这个才是对的 这两个是错的 再来看 丁 平方 那2000的平方是400万 也就是说 丁这里是 4乘以10的6次 5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 D是A平方 然后 这个 U会是 2倍的X 但是呢 不一定喔 如果今天我的甲不选 2000 如果今天我的甲选了 比如说 400好了 400 那他是4乘以10的 2次 那么他的平方 就会是16乘以10的 16乘以10的4次 也就会变成1.6乘以10的 5次喔 那就发现 什么情况下 他没有刚刚好是他的平方 就是如果你平方会超过10的话 那你超过10的那个东西就会 交到后面来 那交到后面来会让这个 地方从4变成5就多1吗 那有没有可能多2啊 也就是说平方完超过100可不可以 不可能 因为你的A在10以内 所以平方完不会超过100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下 什么情况下平方完才会超过10 那其实就是说31的平方是961 所以3.1的平方是9.61 3.2的平方是10.24 32平方是10.24 所以说31点多 就大约是根号10 你假如超过根号10 那你这个数字 平方完之后就会 有这个 多一个 10位 要补到后面去 你如果比3小 第10题 A如果比3小 代表他平方完 不会有这个 10位要进 那么 U会等于2X 第10题是对的 可是第9题就不能选 因为不一定 那第11题呢 说如果U等于2X的话 代表这个说代表A比3小 那代表A比3小的情况下 D就会是A平方 那么CD呢 就会等于CA平方 而CA是10 那就是10A 所以第11题也是对的 根据对于科学记号的一点点讨论 下面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学测题 数线上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P点是2的-18 次 然后Q点是2的19次 P在这里 Q在这里 然后说 这里每一段都是等距离啦 总之 问你 这是2的-18 这是2的19 然后问你 2的17 次会接近ABCD 哪一个点 那这一题其实我觉得出的不错 有的人他没有注意到这是-18 这是19 他想说18 19 17在这里吧 那选A 这是错的 有的人注意到了这是-18 这是-19 他想说0应该在中间吧 差不多 那17其实很靠近19 所以他选珠 那也是错的 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 0到底在哪里 你觉得0最靠近哪一个点 因为2的-18次是2的18次分之1 那2的18次非常大 所以2的-18次会是 25万 26万左右 25万多 所以分之1 非常小 非常小 所以 2的-18次仍然是正的 可是非常接近0 0在这里 好 那现在告诉你0就相当于在批这个位置 你可以想象0在批这个位置 的话 2的19是在这里 那2的17次呢 那这个时候还是有人想说 如果说这一段是19 那17其实还是很靠近19 还是选珠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我已经有一条数线 这是0 这是1 那2就在这里 那4的话就会 就是这么多 那8的话就会 在这里 那16的话就会 搞不好还要更远 那32就跑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的意思是说呢 其实随着他2的翅膀 多一次 每多一次是多两倍 多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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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过来说 2的翅膀 每少一次是切一半 切一半 切一半 所以说2的19 在Q这里的话 其实 这个 2的18次 正18次 是在 C B 而2的17次 就会在 B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B 这样可以吗 那来看一下这一题 数线上 有ABC三点 分别代表了 3的17次18次和19次 那如果今天 这样子 这样子 求XY 首先他其实是希望你像我们刚才这样子 去点出 3的17次18次跟19次 到底 怎么个 距离法 简单来说 如果这里是0 这里是3的17次的话 他的18次其实已经距离他 距离0会是这个的3倍 所以这里会是 3的18次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一段是这一段的3倍吗 然后3的19次 其实会是这一段的3倍 也就是说这个的9倍 所以他会是 我们就一直一直点到 重点是这个比例啊 如果这里是1A 其实这里是 请不要写1B 我要写3A 然后其实这里是 9A 我们可以一试一试 猜一下 其实我我画的也没有偏离那个 应该有的比例太多了差不多了 对不对 好的 这是提示了 那 看到我写这样子就应该能够写了吧 这要是用什么写 他说B 是 XA加YC 而且 XY等于1 这要用什么写 如果你有 去看我 录的前面的每一集的话 这是分点公式 分点公式的特色就是说 他用这两个点来表示 他可以用这两个点进行线性组合 而且这两个系数合起来是1 就会是分点公式 可以吗 所以他在的这个位置前面是2 后面是6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1比3嘛 1比3 这样子的话B其实是 3A 3A加 1C除以5 那 你可以写 除以4 抱歉 3加1是4 你可以写3A 加1c 所以 XY就是3 4分之1 那同样的问题我也可以改说这个 来问你们 问你们 如果今天我要写 A会等于 几B加几C 然后一样这个 B加C加起来也要是 1 这样子 你这两个数字要写什么 对不对 那会是怎么样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们分点公式的分母会是放这 这两个 就这两个 我们原本是这两点 A跟C这两点 中间被分成的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是 1比3的 所以中间被分成了4份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这个分母是要放这两点之间 我现在这两点中间被分成6份 123456 6份 然后你在这里 从 从这个 这个C点 往 A 往这个 B点移动 每往左走一格就少6分之1C 就多6分之1B 走到这一格是 剩下 这个6分之5C和6分之1B 到这里就变成是 6分之1C和6分之5B 到这里就0C 然后6分之6B了 再走 两格 所以就会变成 负的6分之2 也就是负的 3分之1C和 6分之 比6还要再多28 也就是正的 3分之4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分点公式的问题 好那我们这一堂课上到这里 下一堂课开始就会进入到这个指数函数的图形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高医生的话 那你可以 跳过后面的那个课程 去看LOG那边 应该还有个 两三集吧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